大家好,我是田老師 歡迎大家來到巨匠線上真人IT360課程 現在傳統的IT基礎架構受到軟體、硬體、資源、使用率、流程多方面的限制 沒有辦法快速滿足企業在現在的業務流程中進行調整或是展開新的業務時的各項需求 所以雲端服務就快速的興起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要跟大家介紹如何利用A9雲端的服務來跨入雲端產業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田正佳老師 目前擔任巨匠線上課程的一個特約講師 目前從事IT的行業已經20多年了 歷任各大公司的一個資訊主管 目前專注於雲端服務、AI及應用軟體開發 這門課的一個教學重點是 我們會介紹雲端服務的一個相關發展 以及在世界及台灣雲端產業目前的一個使用狀況 還有我們會帶到Microsoft Azure 到底有哪些服務 可以協助我們在雲端上面建置我們相關的一個產品 以及我們最後會利用A9來建造一個行銷網站 只要短短的10分鐘就可以完成我們所有的任務 上完了這堂課你將會學習如何在三小時內了解 整個雲端服務的一個相關發展以及概念 以及了解 Microsoft Azure 服務的一個功能 利用它來快速監視我們相關企業的服務 這些服務為我們達到審視、審視而且安全的一個境界 事半功倍絕對不會花費你太多的時間 以及了解到整個雲端的產業 可以讓你知道說目前雲端的產業 一個直哀的發展還有欠缺的一個職缺 讓各位同學能夠在職場的規劃上面能夠有所進展 達到自己自在的一個高峰 那在上課前你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呢? 其實在這堂課只要你具備電腦的基本操作能力 就可以很輕鬆愉快的了解整個雲端的架構 那另外請你充滿一顆學習動機的心 讓我們一起晉雲在我們這個雲端的技術裡 讓你學習更快、更好、更新、更棒的技術 來加強你自己職場上的能力唷!